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真的是善心非常的多 印度就是40% 大家有看到 4亿多的印度人口是素食 而台湾的根据杂志的报导 台湾素食者大概有300万人 而且台湾列入了全球 十大热门的素食城市 真的台湾的素食商店非常的多 再加上这一波 相信我们能够更大力的推速 让大家能够更加吃素的同时 也将自己的心灵进化 这一波的疫情上有开始 不只是戴口罩 勤洗手 还要打从内心的戒肾 戒就是守戒 肾就是要谨慎 戒肾还要栽戒 我们如果不持栽 怎么能够守戒呢 然后持栽就是如素 才不会去杀生 那最近看到一些大爱新闻 很多企业或者是志工们都在家里 可能开个茶会来推诉 企业也是发动这个每日一素 或者煮一些素食给这个员工吃 那前两天我在社群的网站上面 也有看到很多人将自己煮菜的心得 就PO上网 把菜单 材料都PO上网 跟大家分享心得 那今天我也想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于素食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那其实素食啊 一样每个人对素食都有喜好 就算我们不吃肉 我们如素 但是有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我们虽然吃素了 但是还会挑食啊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还是有嘛 那如素虽然可以减口欲 少了一点贪念啊 但是凡夫呢 总是选择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啊 还是有自己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啊 那讲到这里我突然间又想到苦瓜 那因为以前小时候就很讨厌吃苦瓜 那不晓得是不是年纪大了 慢慢就觉得它蛮好吃的 那苦瓜到底苦不苦呢 不苦我看到很多人都摇头 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年龄层比较高 我不晓得 那到底苦瓜怎么样才不苦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会煮菜的一定知道 那因为我在这个网上啊 看到这个怕吃苦呢 急学脱苦七招 怎么样让这个苦瓜更好吃啊 我们对苦其实非常的敏感啊 因为娑婆是苦嘛 苦即灭道 苦在我们的心中其实一直都存在 但我们怎么样灭苦呢 我就从小小的这个苦瓜当中有一些体会啊 那关于这个七招啊 就他有讲到啊什么挑选啊 你怎么切啊 泡水啊抹盐啊 甚至用辣椒来炒啊 或者是冰镇啊 都可以让这个苦瓜干而不苦啊 我觉得啊只要我们以自己个人的经验啊 只要我们愿意尝试很多不喜欢的东西 不喜欢的事情或者去面对它 其实就是可以慢慢的克服啊 就像修行一样啊 我们只要不怕苦 做的甘愿呢就不会苦啊 那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 不喜欢苦 但是我们愿意面对的时候 慢慢慢慢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觉得苦瓜非常的甘甜 那另外刚刚讲到苦嘛 再讲到甜 巧克力到底甜不甜 甜 其实我很不喜欢吃巧克力 因为就是它太甜 那但是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小小的经验啊 那我遇到一位很喜欢吃巧克力的人哦 但是他对巧克力仍然有他的喜好 就是黑巧克力他不吃 因为黑巧克力很苦 那所以呢有一天啊 他手上就拿了 这个五个巧克力 他就跟我分享说 他第一个呢就吃了这个牛奶的巧克力 他喜欢吃甜的嘛 他吃下去之后 他觉得这个牛奶巧克力太甜了 那他马上做什么动作呢 他就把平常最讨厌吃的黑巧克力 赶快塞到嘴里吧 就把它中和一下哦 那可想而知 人人还是有应变的能力哦 自我克服困难的方法 那如果我们在人群也可以应用这些经验啊 自己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是不是这些经验累积起来就能够让智慧增长多一点哦 所以法还是要融入生活啊 那修行的心呢要时常放在这个心上啊 就像看到这个巧克力的综合版啊 我也觉得有一些体会啊 我们总是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去逃避 但是面对不喜欢的人群 我们是不是也一样逃避了呢 那在修行的道路上是应该要勇敢的去面对它 克服它 我们才能够有心灵的成长 那所以啊 在人群中呢 遇到很相处 很难相处的人啊 或者跨越不了的事情啊 我觉得啊 就像刚刚提到的苦瓜一样哦 其实烹调啊 就是煮菜啊 我觉得就像修行一样哦 那食材有 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食材 就像我们不同的人种人一样哦 有自己的特性 自己的职 那要怎么样在人与人之间相处呢 修行就是善巧方便啊 像大家看到这个图想到什么吗 就是酸甜苦辣哦 那我们在人群中一样会遇到酸甜苦辣的人 对不对 那碰到酸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愿意去把它转为甜呢 那甜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像刚才那一位把它中和一下哦 那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它回甘 遇到辣的人呢 我们怎么样来减缓 我们跟他的冲突哦 这都是我自己一些小小的体会啊 那所以我觉得啊 人群修行里面的酸甜苦辣就是要靠我们的自动 主动的去中和减缓它 才能够让自己清安又品尝 那所以面对不喜欢的食物呢 还是要克服一下 那刚才题目有写到再多一点点 对不对 那其实啊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样一下我们怎么可以让福费可以多一点点哦 那在上人的丁宁里面啊有请我们要栽戒如树嘛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多一点点呢 我觉得就是蔬食多一点点哦 劝速多一点点哦 也让大家肉食类减少一点哦 那在我们修行上面可以怎么样呢 我觉得可以精进多一点哦 精进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再多一点 那变相呢就是懈怠我们想少一点哦 当你精进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想懈怠哦 那我在金社里啊看到很多的典范哦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件我觉得蛮感动的事情哦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是印加果哦 那印加果外面其实是有一个壳的哦 那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把它的壳去掉哦 就是用这个剪刀把它剪掉哦 把剪开一个裂口有缝的地方呢 就可以把它用力剥开那个壳哦 剥开了壳之后呢这个就是完成了 完成壳呢它还必须要做后续的处理哦 但是怎么样能够实用的印加果呢 就是要靠去掉那个壳哦 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 小小的所谓的故事呢 就是我每天在金社有时候去 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啊 都会在一个角落 看到一盏小小的灯打开 有一位常住师傅就坐在那里 剥这个印加果哦 那他就是仰师傅哦 那我每次经过呢都看到他 那有时候以前我们回来金社都会跟 仰师傅学汉文哦 就是学诵经的汉文 那我就也会想去跟他学练习我的台语哦 那就去跟他互动 跟仰师傅说 仰师傅你这是要怎么弄啊怎么做啊 那然后我说你会不会很痛 因为他手要剪嘛 那而且那个壳很硬哦 我就想说啊不晓得你手痛不痛 他说痛 那我说那你会 那你这样会不会觉得很累哦 或者很辛苦 他说不会啊 他说出众的我都做不来哦 那我只能做这些简单的哦 那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 仰师傅曾经有中风一两次哦 那也是现在要靠住行器在走路哦 但是我还是看到他每天每天每天都坐在那里 哪怕是一点点的小事情 他都是很认真的在做哦 我觉得这个真是我们的一个好典范哦 那而且我想到的就是单纯的一念心就是付出哦 那付出在而且是付出在当下 不管手痛不痛不管有多少 仰师傅还说了一句哦 他说这些东西总要有人做哦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是他也没有挑工作 我相信跟着上人五十几年来 仰师傅的一个典范都值得我们的学习哦 那个这个单纯的一念心呢 也让我想到说这个有一位志工啊 他有跟我分享说 请我每天服用这个心宽念醇药 一天三次包你没烦恼哦 那所以我觉得法药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要天天服用啊 才能去除我们的烦恼哦 那讲到新冠状 新型冠状病毒 大家一定还是很注意这个每天的数字哦 但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是可以主动关心哦 慈悲 以慈悲心去同理大家 也让自己学习在苦难中呢 怎么样长养慈悲哦 那我在大家的新闻里面呢 也看到很多慈悲人的脚步啊 包括做口罩啊 送物资啊 或者是提升防级的等级啊 去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哦 那很多很多的活动当中都是 大家有着一个主动积极的心哦 那上海有开示如何让这波的病毒平息下来呢 排斥的眼光冷漠的距离 会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鸿沟越阔越大哦 那唯有人人互信互爱彼此感恩呢 才能够带动爱的循环 鞏固爱的防煞网哦 那在这里刚才我有提到香港哦 最近收到一个香港的简报 觉得蛮温馨的 简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就是他们呢 收到呃 呃 寄给他们的口罩 因为怕他们不够哦 那他们呢 就把呃 口罩呢 分装之后呢 送给呃 认识的团体 还有一些佛教的道场哦 大家看看这个佛教的道场哦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平常互动的单位啊 像这个呢 他收到口罩以后就说 雪中送炭 解燃眉之急 而且是过年以来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哦 小小的口罩可以带来这么大的 呃 回馈哦 那而且呢 他有说另外一个单位就说 不在于数量多少 在这个非常的时期呢 送上又用钱都买不到的温暖与关怀哦 钱已经买不到口罩了现在 平常的温暖跟关怀更是钱买不到的哦 但他在这个时期呢 都有了哦 都拥有感觉到了 那这个就形容的更厉害哦 他说比黄金更贵重啊 这个及时的口罩哦 那另外呢 我们也有去到仁爱之家啊 因为无分宗教 大爱是一家 我们还是把这些口罩送给需要的一些机构哦 那更重要的是在香港的社区里面有很多的那个 他们叫乌村哦 那些是我们没有办法上去派口罩的 那所以呢 他们就跟这个大厦的管理员就沟通好呢 我们就一一的把它放到这个信箱里面哦 那变成每一个打开信箱的一些长者们啊 或者是一些村的居民呢 都可以有一份小小的惊喜哦 那除此之外呢 那里面的长者请他们排队哦 拿这个号码牌哦 让他们不要等那么久 都是一份的贴心哦 那上海有说啊 如何让五着不争呢 唯有其发善哦 那怎么样心想好念 口说好话 身行好事 以无私大爱的心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 所以我在这个发口罩的动作里面呢 也看到了大家 我们行善多一点的时候 恶念自然会少一点啊 所以这个多一点跟少一点呢 我也期待我们能够每天都想一下 我们可以做多一点什么 想少一点什么 那说婆是苦啊 大家有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 有想到什么吗 繁琐变数 艰难 人我 复杂 苦难 就是上人的实在心路 因为心见地点 外界意见的分歧 然后事项的复杂 上人面对了种种的考验 而体会出来的这个实在心路 但是我觉得我们看 用眼睛看这个文字好像都懂 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能够有体会 真的看懂了 那上人在描述那一段的时间 开始的时候说 那一段时间多少压力 有形无形的声音很多 那还是要一一的克服 那当时上人只有一个信念 什么信念呢 就是忍 只要能够忍下去 受灾的人就有希望 只要一个人能够坚持 就会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 那所以上人更提醒大家 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时候呢 认知就会出现落差 在于各有所值 固步自封 总是坚持以自己的步骤去行事 那而且人间世世间法 这五十多年来呢 上人多次的对大众开示都是不离人间世跟世间法 所以我们要用法来印证人间世 用人间世来体会佛法 那唯有解开了人的迷茫呢 让人不继续的造恶业 世间才能够转为为安 以尽私与跟大家一起勉励 就是我们只要能付出爱心就是福 能消除烦恼就是会 这样我们福会就能够多一点点 那刚刚讲的大小三灾 到底我们觉醒了没有 那我自己在想啊 很多事情呢 可能我们想不透 但是我们保持心路畅通最重要 那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事情 就看我们要不要修行 那另外呢 很多事情没有答案的事情很多 那对于无解的事情 我们要不要暂时先放下 用心在当下最重要 就像养师傅每天一颗一颗 把那个印加果剥得干干净净 那与其我们把心念放在这个妄想跟杂念啊 不如把握时间付出 那看一看今天有没有文法 今天有没有例行 什么是我们最在意的事情 大家都可以想得很清楚 那所以上海有说 救人就是要救自己 哪里有灾我们就及时付出关怀 消弭这一波的疫情 唯有心思虔诚持灾界 唯有爱才能够消弭灾难 心灵虔诚尊重生命啊 要尊重一切动物的生命 才是顺着这个道理啊 所以万物生灵 我们怎么忍心去伤害他们呢 那在慈祭的网页上 每天都有正向的讯息 告知大家 天盖之下地在之上 万物共生息 那我们也想一想 我们自己可以多做一点什么 少想一点什么 像前两天我连线 跟一些年轻人分享 那其中一位呢 就是说他要减少一点 迟到的习惯啊 那也要减少一下 喜欢睡觉 就喜欢睡眠 那也希望能够多一点的准时啊 那另外呢 也有一位分享说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让他的心非常的不安啊 他希望自己能够减少一些担忧 多一点的安住 这样才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这个少一点多一点 也是可以跟人家互动的 一个方便法门啊 那现在全球灾界啊 祈祷书时灾界 那我们一起每天 都在一点半的时候 再与全球合掌同步祈祷 千万不要忘记了 那刚刚有讲到 上人的实在心路啊 这个娑婆堪忍的世界啊 那我们修行在人间 总是面对很多的课题啊 那我们再好好的去想一下 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够体会到 上人实在心路的心境啊 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做到 那我在这里也跟大家一起勉励啊 期许我们可以将每一天遇到的课题 化成自身的经验啊 学习安住身心 接受入人群磨练 走出一个人生的价值 那这个价值是什么呢 在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把握时间呢 走出自己的实在心路 那希望大家能够趁着这一波的疫情啊 能够互人互己 大家保护好自己 也祈求我们以平安健康的身体 能够为天下付出更多 带来更多的安心与安定 在苦难中张扬慈悲 在编书中考验智慧 在艰难中激发人灵 在编书中 在编书中学习耐心 在人我中相互感恩 在社会中相合物者 在编书中感恩 既然山民可行灵 你 ultimately能够自尽 洋 Colon 去那夜更安心